歡迎收看 國產… 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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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精美女高 漂亮 不錯… 今天聽說是來聯誼的 而且他們一開始很害羞 精美女中氣勢如虹 她們慢慢起飛行 但是她們都很可愛耶 很可愛 而且我覺得我們三個今天會很忙 是 為什麼 因為會不斷的有小紙條要傳到那邊 然後這邊又要傳到那邊 就是要互相聯誼 應該從阿雅這邊就中斷了吧 全部收集建中的電話 收發為己有是不是 弟弟啊 等一下把電話都給我 小心啊 你們才記不折述 OK 就把阿姨在發吹啦 介紹我們算是這個是夢幻的學服 能考上的時候 家裡一定是貼紅布條 髒燈結彩 什麼年代 歡迎觀眾圈 歡迎 厲害… 那麼介紹完之後 馬上來介紹 一見面就來了兩位超級模特兒 我覺得妳一定很不希望 她們站起來 站起來啊 對啊 因為妳的頭 大概是到她們的腰部而已吧 兩位是坐… 沒有 她們現在坐著 都比妳站得高 好 一起歡迎林家綺還有蔡淑珍 歡迎 謝謝 各位來 兩位介紹 謝謝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明依要不要跟我們約會啊 要… 下午2點鐘請到武昌成品 跟我們見面 真的嗎 好棒喔 播出的時候已經過了兩個禮拜了 沒關係 現場經營現場的 現場的觀眾朋友 現場 而且你們最近推出你們的新書 還滿精采的 也是在講那個模特兒界的那個 黑幕是不是 對 黑幕 裡面也是會有黑幕的 比如說遇到那個怪怪經紀人 對不對 會毛手毛腳 藝能界這種人還真多 像你就是啊 什麼老小老小 沒有啦 穿藍襯衫 紅領帶這個就 很像話吧 兩位要不要出來走個台步 我們看一下 這樣 好高喔 這個才厲害嘛 各位女士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 今年最流行的村莊 林佳琪小姐 好正喔 蔡淑森小姐 第一位 天啊 穿得好喜氣喔 天啊 林佳琪小姐 第二位 天啊 是不是專業的一看就知道 天啊 頭小 可是怎麼身材那麼好啊 我教你 你再上來… 現在是什麼 天啊 我覺得佳琪的身高好可怕喔 佳琪上來 所以我不敢 其實佳琪根本不用上來 就不上來 天啊 為什麼對我們這麼不公開 憲哥要不要跟我約會啊 要…各位 我跟你講 要…敷衍 我跟你講兩位美女 我跟你講 你們這種身高 一定要找個男生 跟你們搭配一下 好不好 而且這個身高 一定要1米8以上 是不是 然後這個 至少藝能界要有個分量 對不對 兩個人走起來 才會感覺好看嘛 我們一起歡迎可敏小子 來… 歡迎 來… 還滿高的啊 庭位也滿高的耶 死肥豬 你等一名廟開幕的時候 你再去好不好 等一下… 你小鈴鐺啊 我撐住 真的很高 體位184耶 我覺得你看這樣 這樣下來我覺得很像是那個 帥哥 你先休息一下 為什麼 你好我不到哪裡 他比你高好不好 現在大概幾公分 好高喔 大概幾公分 這個168吧 170 真的啊 屁啦 你多少… 184 184可以 184好不好 走個台步啦 來 預備… 走台步 雙人走台步 GO 介紹今年村莊 雙人檔 林家綺小姐 我叫童裝喔 林家綺 我覺得好像童裝耶 林家綺小姐為何介紹 今年的童裝 愛得回來啦 愛得回來 姐姐帶你去買糖果 好 愛得回來 Nono要走 等一下我們要讓她走一下 有一種帶星星的感覺 好可愛 好 三輪秋 滿足一下Nono啦 來 我滿足一下 好 來 走一下音樂… 音樂 音樂 阿爾花國際唱片有限公司 負責人 好啦 沒有啦 差那麼多 什麼意思啊 人家都辣妹 搞一個辣肉給我 不知道 什麼話是不是 對不起 姐姐 對不起 奇怪耶 Nono最近洪暖心動 搞不好明年會結婚 我是跟她預測 真的假的 你要先問 你要先問 家綺的意見 對… 我沒有問我就先公布了 對… 家綺 那麼有男朋友嗎 大家都知道 為了Nono我可以沒有 我第一次看到朱衛飛耶 回去 回去 要掛嗎 好了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 掌聲鼓勵 好高喔 明年家綺是 家綺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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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淑貞呢 我174 真是每天兩身高那麼高 還穿高跟鞋 受不了 比例又好 對啊 後面還有一位歌手 王菱柔小姐 歡迎 大家好 菱柔是新人嘛 對 我是新人 不…不用… 她聽說歌唱得很好 憲哥 她現在是站著耶 真的嗎 沒有啦… 坐著… 她現在是站著 那麼恐怖 那玲柔要不要唱一下歌 當然要囉 新歌唱一下 唱… 你是我曾經的甜蜜 我是你愛情的過去 溫柔的 那一段美好的記憶 我們都不能夠忘記 因為我很愛很愛你 所以能微笑著離去 雖然我不會再見你 幸福是我們曾經在一起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鼓勵一下 好聽喔 嘟… 一起來歡迎嘟… 嘟… 一起來歡迎嘟… 可謎小聲 大家好 我是少宗 我是廷偉 你們是人真的很嚴重耶 只來兩個小子 怎麼了 對 因為有人生病了 好啦… 以後一起歡迎他們 我們熱情掌聲鼓勵一下 好 馬上進入到 咱們第一單元就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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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真 真的假不了 好了 二生一假猜一下 那麼只有一位是假的 大家要把他負責猜出來了 全台灣最小的一個小朋友來了 范明浩小朋友 歡迎 有多小 全台灣最小的小朋友有多小呢 范明浩11歲台北人 好可愛喔 幾歲… 你的麥克風也可以用的嗎 你會不喜歡人家摸你的臉嗎 還好 還好 那些我捏一下 誰叫你說還好 好可愛喔 耳朵也可愛 你也可愛 妳講真的 你爸爸是不是Nono 眉毛也好可愛 好像喔 Nono 你幹嘛今天跟我們 跟我們節目獨家 這個小朋友根本就是Nono 好可愛喔 你不要再捏我們阿姨 喂… 真的好可愛喔 Nono什麼時候的 什麼時候的事 眉毛又粗 什麼時候的事 她幾歲啊 11啊 11 11不可能 我再當兵 我沒有逃兵啊 沒有… 你媽媽在軍中福利社上班嗎 你講出來像話嗎 來 介紹一下 你今天 為什麼說她是全台灣最小的小朋友 她們不小啊 好大一坨 還是其實你已經十九了 她是最小會吹最多隻的人 口琴一次吹六隻 你有沒有吹牛啊 沒有 每一隻口琴大概有多大 21孔 21孔是多大嗎 一孔這麼大的話 那不就很大啊 對啊 哪吹那麼大啊 對啊 這樣子啊 曾經得過什麼樣的比賽 NN觀眾 台灣區文化杯口琴比賽第一名 還有 去香港參加 亞太區口琴比賽第四名 你在背啊 還有什麼 很厲害去香港代表台灣耶 對 到香港比賽因為太緊張 所以換錯口琴吹破音 換錯口琴吹破音 這是最新的連續劇嗎 對啊 換錯口琴吹 好酷喔 嫁錯老公上錯床 上錯床 那一部還不還我 喂 你們私下在聊好不好 吹破音是怎麼破錯 一聲這樣 不是 就是吹錯音 吹錯音 好可愛喔 妳長得 而且媽媽很愛喔 媽媽非常積極的鼓勵她來練習 所以每天要練習完之後才能睡覺 真的 鄰居都會準時到家裡來看妳表演 對啊 多準時 沒有要拷問她 OK 妳吹的曲子講一首名稱 我們聽聽一首就好 吹耳其進行曲 是哪一首 對啊 好像吹口哨口琴的人都要先學這個 這種難度很高的是不是 這是一個技術 老師曾經為了鼓勵她說 吹會一首就給100塊獎金 對啊 真的嗎 那你現在賺了多少了 你記得 200塊 蛤 天啊 我這樣割賽 你進度很慢喔 這四大餐會不會卸底了 有疑問嗎 想問她嗎 范弟弟 范弟弟 你爸爸姓什麼 姓飯 沒有 不是 這很重要 他說不定是來哈拉的 那也是飯 對 所以你練口琴練兩年對不對 兩年 請問你喔 你麥當勞都吃幾號餐 不是 很重要 因為口琴 我等一下每次下去問 你都吃幾號餐 隨便 隨便是不是 好 讓問題 有沒有其他有問題 有建設一點 可以請她做個動作嗎 什麼動作 就是 假裝拿一個口琴 去看她怎麼吹 吃玉米給她看 預備 來一次 謝謝 好老實的一個孩子 你這樣就看得出來 旁邊你先休息一下 因為其實校中本身有在學口琴 一點點而已 真的 一號半明號是個音樂小聲童 能夠同時吹奏六支口琴 觀眾朋友們你相信嗎 第一位 大家盡量等一下講話客氣 是你吧 因為她本身 其實我最擔心你 我很怕這一集是你在演藝圈 最後一個作品 對…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有這個人來耶 對啊 可以終結吳中憲 對 我跟你講我們等一下跟她講話 客氣一點好不好 因為她是一位黑道大哥 大 真的 改行的 當然現在不是啦 那麼這一集我們可能會 我們投稿拿去生死一瞬間 來投稿 還去國外的對不對 ESPN台 浪子回頭 劉文通先生 歡迎 劉文通 劉文通 41歲 東港人 來… 來… 有那個在感覺 我剛剛一直在後台看到她睡覺 你好 而且我覺得她好像會輕功耶 走路都… 往前一步 來… 可不可以 憲哥走個台步 走台步 大哥走台步也是一個創舉 來 老師麻煩 來… 走台步來 GO 不是 憲哥 不是 你大哥一個人 他很少一個人走 後面還有幾個小弟有沒有 對… 要跟著有幾個小弟 來… 來… 那我們可不可以當那個 大哥身邊的女人那樣子 好… 小女孩 這個當作是阿拉就對了 他可以當大哥的小弟 我們大家一起走 預備 大哥走台步 音樂 快點… 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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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今天怎麼在演 不是直球 對啊 就說他直球 本來想跟他好好演一下 看到那個臉會害怕 大哥你是不希望 這麼多人為在你旁邊 聽說你是這個東港這個地方 太大部分的一個大客人 你說剛才說話沒問題 沒有啦… 站好…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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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聽… 先聽劉先生講話 他一直咬腮幫子 跟大家講 問候一下 其實… 其實這個大哥兩年 對我來說 真的對我來說有比較沉重 而且也很… 說國際嗎 我說國際比較沒那麼標準 沒關係 你給我來給你翻譯 我們組的妹妹說國際是不行的嗎 是… 大哥講國語 大哥 因為我今天專行做魚收 因為他現在轉行 專行做魚收 我賺的每一份都是 做什麼 實實實實 好想 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耶 是… 你以前真的是 而且他 我的前半段人生可以說 只要是肉的事情 我都幾乎做過 你做魚收肉收 他有那個耶 是用人肉做的嗎 服刑四年喔 是那個嗎 你如果… 你如果有肩膝要嫁婦 我會等我跟他親眼做 他說要把你做肉 換肉婦 對 還在送禮後送給你們家 可以叫你們這幾個小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有什麼 我們都可以跳 先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 好 真的是盪子回事 金不換 金不換… 人家說 寧生浪蕩子 勿生奴頓兒就是這樣 以前當大哥 後來改行賣肉鬆 一個月判70萬 真的嗎 而且他有四年是服刑耶 你說 好可怕喔 因為四年啊 因為他不是 因為他本身我有接受 一些那個網站 他的訂單 你也上網啊 因為我有設網站 網站給人家上網 因為要看國外訂槍上網比較好 訂單 還有我有 人是在賣魚唆在訂 沒有 不好意思 還配合宅急便 所以在… 還有宅急便 我們開玩笑 你不會跟我們怎麼樣 有猶豫就是 那 以前應該是 應該有事 那都吳宗憲叫我講 我來他又是 誰叫我講 兩個時候 他說你的網站 你是在賣魚唆 是在賣槍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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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自關起來 我到社團了 憲哥你要翻譯 我現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些 關回來 就投入社團 從事不發勾搭 都做一些比較社會公平的事情 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他都會做 媽媽因為她繼承家業 感動到碰枯流涕 真的事情是真的嗎 這是 因為我在 在關的這個十年的興趣 你是關幾年 你還沒說關四年 關一個四年 四年是我做魚唆 做魚唆 關十年 前後兩床才有十年 關十年喔 十年四個條件在那 實際自由日子才有十年 劉先生我覺得你的故事 可以寫一本書耶 我聽你說台語就要漏塞 拜託 尤其在這個十年的中間 我有色彩 在勤職裡面 我會色彩一個 在監獄裡面有認識 他有時候像他 中冠線的老大 中冠線老大 但是他這個中間 他死去 他老母死去 他沒辦法回去送 媽媽過世 他沒有 他關在監獄裡面 他過去他有出道的政客 所以沒辦法 他不能回去看 倒在送 是 但是你沒辦法去 我沒辦法去形容說 一個五十幾歲的人 一個老大的人 一個老母死 他靠幾名的中間 我們比我們一個三十幾歲的小孩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形容詞 去給他安慰 對 那麼我就是背靠 陪他一起哭 經過兩年後我的老婆死去 糟糕 我們想搞笑都不能這樣 我剛才有辦法去聽說 他當初是那裡 兩年後他的父親過世 那裡的心情是 大哥快哭了 不要嚇我 好 所以如果當那個時候 我覺得 我是比較平穩的 就是我有辦法長 但是真正那年坐在 這個縁堂中 在那裡跟他爽 是 我腳上手腳掛到 我真的因為我怕說 怕說去給家人 沒有面子 因為尤其我們家的人 熟悉傳統家庭 傳統家庭 帶著腳樓手銬回去 看爸爸最後一眼 我在客庭車裡面 看我爸爸的館子送去車裡 看爸爸的棺木林鳩送到上車 再回去被人家管訓 再回去被人家管訓 或許 或許可能因為這個關係 我回來了 我說我總結 躺得更好錢 我會堅持下去 劉先生 我們光聽到這邊 就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 不管這個故事 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 這已經讓人覺得 但是這個很可貴 等一下如果你是假的話 你可能被海扁了 這個情況 我們可能連黑道大哥也會開邊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 如果是真的話 我覺得他這樣子 現在再重新來過 他爸爸在天之靈也都覺得欣慰 以前有些人會瞧不起他說 你這個人對不對 到最後呢 現在都變成你的常客 你這種情操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是很可貴 你本身你吃到我的蜜蜜 你就是說你在台北市你絕對 你這個表情好像說 不吃你的蜜蜜 你要怎樣 沒有啦 不是啦 不是啦 我... 我... 你還差點 我只是在說 你去台北市你絕對吃不到 那麼好吃 真的好吃 因為我的蜜蜜 我這裡是季的一種 我的蜜蜜你吃到 我保證你吃到 對 所以劉先生現在就是一個 腳踏實地的生意魚人 他的魚鬆 你只要吃過一次 你永遠都要再吃 因為他裡面有添加一些 欸... 就是 好 吹了 你不要理他 他講話 不好意思 他講話就是這樣 給你問 我覺得如果光聽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很感的 不管他是真的 那個大哥 那個吳宗憲 他剛才給你買 一想一櫃 幾湯 我有帶幾十包 幾十包 憲哥 我覺得你真的要幫助他一下 你買個十包 他一包五十萬 一包五十萬 阿嬤十包 都要五百萬 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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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真的 劉先生你帶來這故事 這就已經很讓我們覺得敬佩了 你也要我吃你的魚 因為我 我說的 真的喔 那你現在就是做到了嗎 那這也要是真的才可以 對啊... 旁邊有沒有問題想發問 有有 蔡淑珍有 淑珍 淑珍有 趕快你不是要問我嗎 還是你不好意思我們幫你問 大哥你會不會吹口琴 我本身在這十年的時間 我由我本身記憶 因為我是一個國小鼻子的人 不錯 夠鼻子 沒有啦 鼻子就不錯 他怎麼想這樣 這也不是對你啊 我都要跪下他 但是由我自己本身就對了 可以消我自己的名字 我就不會了 連名字都不會寫 但是這十年的時間我看過車 喔 甚至我 只有台下的車看過車 我也看過 喔 二號劉文通 原本是一位黑道大哥 現在改行賣魚鬆 觀眾朋友們你相信嗎 第三位 來 和緩一點 Maggie小姐 歡迎Maggie 明義 25歲 台美人 Maggie 還有 美啊 有了嗎 憲哥他應該是叫Magic吧 Maggie還Magic Maggie 來麥克風拿著一下 不…先走個台步好不好 身材也太好了 長得漂亮我們就讓她走台步 你就繞十六圈 十六圈啊 歡迎Maggie小姐 Let's go Maggie 她的工作跟她緊的那感覺 其實是 有接近的 大家不要這個樣子好不好 精神都來了 喂 正經… 憲哥這個很符合你 真的是野獸耶你 Maggie小姐往前一步 那麼負擔會不會很重 家裡頭的經濟負擔 工作負擔會不會很重 還可以 還可以是吧 今年25歲 她是台北人 各位 她是用聲音賺錢的人 靠什麼聲音你知道嗎 她竟然是三級片的配音員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她是三級片配音員嗎 胖美女竟然被以死相逼 她呢跟錢呢 她也有分手 前後態度大不同 什麼意思 有一天我就跟她一起看那個 侯佩城的那個 劉瑞行文 然後結果後來她我就說 什麼 你看侯佩城好可愛 她說你也是啊 分手之後你要求複合 然後我就打給她說 有 我超常複合的耶 結果她就說 你知道嗎 我現在在淡血河 你要複合我寧願跳下去 真的嗎 好可憐喔 她竟然是三級片的配音員 同學有沒有覺得她聲音很熟悉 承認吧 承認吧 這個時候可以說有嗎 她今年已經有多久了 半年多了 她當時為什麼接觸到這個 因為朋友在傳播公司上班 然後就是找我幫個忙 因為講話聲音滿屌的 那為什麼妳朋友沒有找妳去拍 我不要 有啊 她們有問過 沒有 她可以當寫真女星了 幹嘛去拍 對啊 三圍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是私人的家 你眼睛看就看到了 幹嘛了解啊 對啊 32點 她會不會就是下一個 妳被偷拍到的對象 是啊 對啊 妳就長得滿漂亮的 全部都會對 好棒喔 我們這個 聖誕節我下來一跳 怎麼會變萬聖節是不是 怎麼… 怎麼會變萬聖節是不是 還好… 等一下 我先去把一個11歲的孩子耳朵 我無賞 你再講 她臉紅耶 有感覺耶 手 手還擺在 好可愛喔 沒關係啦 可以講 可以 就是對白很好笑 因為 怎麼說 例如 例如什麼 大概是 什麼劇情 就是 想是你來嗎… 就我不要… 就是類似那種東西 她有來什麼 她有拿武器嗎 妳殺了我 妳殺了我 回家看 好… 她配過14部的作品 最難配的一部是 亂倫雙胞胎的劇情 天啊 我又要去烏耳朵了 內容是 內容就是一對姐妹的故事 等一下卡… 亂倫雙胞胎還需要再解釋內容嗎 很難講啊 搞不好知道 亂倫雙胞胎 很明顯了吧 都是同性的還是 這一部很難出喔 同性的嗎 對 我們兩個異性的 就是龍鳳胎就對了 你是說雙胞胎嗎 對啊 雙胞胎是一對姐妹 姐妹 Oh my God 然後呢 然後就是姐姐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當秘書 然後跟 講快一點嘛 不對吧 跟總經理就是 互相喜歡對方發生關係 憲哥跟嚴課長 然後結果有一天 喂 我的名稱都被你們搞壞 後來… 後來就是姐姐生平找妹妹去代辦 然後 經理就以為妹妹是姐姐 然後就 也跟她來 不是姐妹來喔 不是姐妹來 分開來 嚇死我了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姐妹失和 然後兩個人發現那個總經理有老婆 對 後來姐妹和好 就是這樣子 就三個人一起 沒有三 從頭到尾都沒有三個人 好 那妳在配音的時候 現場有男生在嗎 就是那個配音師 那會不會很尷尬 所以我都會要求關燈 應該會有配到床戲吧 憲哥妳不要這樣 我們都不敢聽 好討厭的臉喔 這幹什麼 來 會有這些嗎 那還是要配嗎 都要配 會喊到我喉嚨啞掉嗎 要多喝點水 拍之前多喝水 他們會要求妳叫很誇張的嗎 一定要的 配合劇情 好啦 你是被蛇咬到是不是 你是去開痔瘡是不是 失火 誇張 憲哥… 看一下你後面 劉先生還故意把眼神飄開 還好今天有劉先生的到來 對啊 而且劉先生很想笑 又不好意思笑出來 哭哭… 喂… 不要亂來 你好大膽喔 我也好想喔 那麼在配音師 配音師聽她配音完之後 有約她出去的這個經驗 對啊 她想約呢 結果呢 結果說不要 為什麼 想約就約 然後約我們就一定要去喔 奇怪 妳有人約過嗎 沒有 有好不好 有好不好 好… 其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要問 來… 比我快 對… 淑貞這一次這樣子 對… 我願意把這個機會讓給林佳琪 妳都沒講話 佳琪 對啊… 剛剛我說她想聽一下她的聲音 有啊 她剛剛講話 她不是在講話嗎 不夠啊 不夠 想聽她 要不然講一句 別的聲音 講一句就好 對啦 王董妳好久沒來 這樣就好 好不好 預備 王董好嗎 王董妳好久沒來 好… 好… 來…邵總 同學你們很容易激動 問一下 我說你們在配音的時候 你們是男生跟女生 是一起配嗎 這應該是有互動的吧 是不是 一起配 互動 那就給她一張床 弄個麥克風 兩個一起配的 三號Maggie是位三集片電影配音員 你相信嗎 以上三位究竟哪一位在說謊呢 觀眾朋友們 我們一起來猜猜看吧 第一位 來 我們三號是假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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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她的聲音 還不夠厲害 還不夠疼吧 那怎麼樣 像妳的聲音其實蠻適合的 沒有 沒有 我的聲音很中心 很像小朋友的 小朋友才好啊 那淑貞呢 淑貞也是這樣覺得 一號 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其他兩位都太搶戲了 所以弟弟對不起 妳看她那個臉型 不就是吹口琴出來的嗎 是被你們捏出來了 好… 不不 一號小朋友 一號是親生的兒子 不是啦 二號是百八蛋 看得出來就是真的 很有才藝 因為長這樣就很有才藝 對 對 那二號 劉大哥就是 講得很中肯 姑且不論她是真的假的 不敢得罪她 不敢得罪她 三號了是不是 三號 三號 三號覺得她不像配音緣 不像配音緣 那應該就是她了 答案是三號 三號 是嗎 這次不搞笑 好… 也難得 零柔… 也是三號 為什麼 那我覺得 那個應該是現場收音吧 那如果日本的呢 或是韓國的 日本還翻成中文的 憲哥你好了的樣子 我知道不是現場收音了 康康跟我講了 所以你覺得是三號 三號 那可米小子呢 可米…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原本想選二號 可是我想選三號 對 可是後來我仔細看 你知道人的眼睛是不會說謊 因為是那個二號 大哥的眼睛是充滿了滄桑的 可是我覺得一直… 我覺得大哥說謊 大哥一直淚眼汪汪 對 所以我選一號 對 你… 我還想說大哥有說謊 我只能提醒你們 難道沒有看 摩摩同齡眼之類的嗎 我覺得大哥他就是 你說菊花同齡眼嗎 對… 你應該是沒賣魚松吧 紫色蜘蛛王子 菊花同齡 菊花是屁 沒有… 所以你選一號弟弟 對…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叫他拿口琴的方式 因為正拿口琴的方式 應該會是 對 應該是這樣子 他跟在啃玉米是一樣的 對 就覺得是有一點問題 而且剛剛… 剛剛他一個人在上面的時候 在樓上 在樓上 就是手足無錯 但是個人的手勢不一樣 OK 好 所以33331 多數來賓認為1號跟3號在說謊 究竟結果如何 我們快回蓬太看看答案揭曉吧 好的 怎麼會沒有人賭大哥呢 2號都沒有人選了 怪了 搞不好今天答案如果是2號的話 他可以去進軍好萊塢 他演得太好 如果他是假的 演技實在是太好了 到底他們三位當中 哪一位是假的呢 如果三位當中只有一個是假的 給大家5秒時間解答 5 4 3 2 2 正確 3號 來… 太陽 妳真是的 大哥 我還以為這是假的耶 等一下我處罰妳 對 是真的還假的啊 我是假的 假的 妳目前的工作是 攝影師 攝影師 那妳是有拍模特兒嗎 拍模特兒 對啊 也有拍 對啊 長這麼漂亮的攝影師 還真是不容易啊 對啊 今天辛苦妳了 為了我們的節目片 憲哥最近要拍部紀錄片嘛 妳幫他拋一下 對… 拍大頭的一生 對… 好…謝謝 旁邊休息一下 謝謝 再來是我們1號底皮 太厲害了 到底是真的假的 來… 可愛 歡迎這小朋友 他竟然是真的 他在捲袖子了 幹嘛要戴著你的公式包書 好可愛啊 到前面來 這個是妳的口琴 打開 他真的長得好可愛… 好可愛喔 大哥 裡頭到底有什麼呢 打開 打開 600萬 反正沒事 小心 演完沒了 喂… 那600萬是要買漁書的啦 喂 來…拿出來 第一手先來什麼 先四隻 先四隻 他要尋找一下 我看每一隻都長一樣啊 對啊 他要挑 平感覺的… 好可愛喔 哇…四隻耶 哇賽 四隻一起出來 氣又很多 哇賽 好厲害喔 好可愛喔 鼻子也是跟著動耶 對啊好像土蜊曲 好可愛喔 對嘛 好好聽喔 好好聽喔 好棒喔 真的很棒 好 再來 各位 各位 你以為四隻就夠了嗎 六隻 我告訴你 好可愛喔 而且鼻子動耶 嚇死人不償命耶 少聰啊 你有吹到這種程度嗎 他這個是 高階的吧 拿這個像在啃玉米相話嗎 預備 先 三隻 什麼曲子都可以吹 不要吹 綠島小葉曲 你很煩耶 吳宗憲 憲哥 我們可以點歌嗎 小朋友 我們點一些二歌 可以嗎 你幫我吹一首 太俗聲叫我點歌 太俗聲叫我點歌 太俗聲叫我 太俗聲叫我 我怕你們是不是被扁了 我跟你講 你們這些在座的人的情操 都沒有這位劉先生來得大 來得高 對啊 來 預備 還有大小聲耶 對啊 快喔 哇 換了 厲害喔 玉米 哇 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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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交響樂耶 好棒… 好棒喔 好厲害喔 真的喔 難怪…人家能夠拿冠軍 而且他中途有一段 我還以為他只是含著 好厲害 他當在催喔 他速度很快 快的時候看起來好像在吃噴喔 你這樣刷牙 真的很快耶你 沒有啦 我老公說 好可愛喔 好棒喔 要繼續練習好不好 11歲就這樣很不得了耶 現在已經幾乎是我們台灣的第一名 好不好 還要表演更多 然後將來出國參加比賽 為國爭光好不好 你什麼態度啊 你不屑他是對的 我是真的真的嗎 因為他覺得理所當然OK 是 好好加油好不好 好可愛 不管如何這個繼續吹下去 如果不行的話可以到東港賣魚 你真的很討人厭耶 憲哥 好棒喔 這個是不是應該給人家掌聲 再鼓勵一下 對嘛 好 再次謝謝他們 也看到我們劉大哥 他的故事 我們今天就有一段影片 太棒了 我們給大家看看劉大哥 他能夠浪子回頭經不換 同時還可以有成功的一個 很值得令人學習的一個故事 我們大家一起看看他的工作狀況 好不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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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全東港魚松排名第一名 在東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他叫劉文通 劉文通這個名字 在東港街上 可是遠近馳名的喔 因為他所做的魚松美味可口 而銷售成績 也曾經月入百萬呢 不過 你相信嗎 過去年少輕狂的他 曾經是一名黑道大哥 在監獄服刑十一年的他 終於痛徹心扉 在選擇出獄之後 面對不同以往的人生 最後他決定繼承副業 離開從前打打殺殺的日子 重新實惠想要的年紀 我來做的像人的 旁邊有兩年年語說 年年願意跟你說 你本身要做什麼好的作品 我跟市民最好的魚松 肉松都買到 買到最好的五六十種 我都跟牠們一邊一邊吃 我知道 總之還有發展的方法 一世在世 劉大哥的背景讓牠吃足了苦頭 不過經過家人的諒解 及自己努力的耕耘之後 終於找出了自己的人生 瞧牠一副完完全全生意人的模樣 你還會相信 牠曾經是一名道上的黑道大哥嗎 除此大哥聚聚肺腑之言 賺小錢但生活安心 我想才是劉大哥目前所寄望 而浪子回頭禁不換 我們也期待劉大哥 在人生的第二個起點上 能夠一路順風下去 加油囉 太棒了 謝謝 看一下 皮尼真正就哪個魚松 這個中國人 這個吃食文化實在是世界一流 超香的 這魚肉它可以把它做成魚松 你看這個吃起來的感覺 我的媽呀 我本來不吃肉 但劉大哥你的魚松我也要吃 你的台北市的魚松絕對不像我的 我們的魚松很好吃 對啦 因為他整個菜都魚角 而且魚肉夠輕鬆 我根本不少也沒問題 而且不會太鹹耶 憲哥 蔡淑珍說他想吃 想吃是吧 到我家來 跟他四個小孩子一起吃 也很好啊 對啊 對嘛 這兩個都是魚松 今天我們這等一下 我覺得透過我們節目 如果那個慧眼是英雄的人 應該要幫劉大哥出一本書 要 一定要 可以跟很多的年輕人 可能現在正想要學壞 或正在誤入歧途的年輕人 可以學習跟接近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 真的引以為接近 對不對 三人行必有我師 但是同時也可以知道說 人生不管怎麼樣都有希望 沒錯沒錯 今天再次感謝劉大哥 來的節目 謝謝 掌聲再給他鼓勵 馬上進入下一單位 這個是 人人道下 還說那個斗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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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